《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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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真的讓我選擇 去到這個時刻 我選擇一種潛力股的話 我也是寧願選擇 就之前的吹架過 給大家的一種股份 那就是選擇龍圓電力 如果可以讓我選擇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始終都是維持著一個 你看看近期的一個 資金的流向 那個momentum 我覺得其實這些錢 其實繼續流回 一些一個新能源方面的sector 在這裡 特別是這幾個家業 其實各個大市朝鮮下來 這些資金其實仍然 都留軟了在這個板塊的 不僅是看一隻龍圓 還要看一些電力設備股 其實封電的電力設備股 其實也有些錢 可以流回回去 那為什麼選擇龍圓呢 因為始終是比較龍頭一點 龍頭再加上去 他接下來其實也會有一些 新項目 其實他會支持得到他的增長 另外再long turn 來說其實也是維持著一個看法 最主要是政策市 來講 投資這個中資股 他是一個太中和 而且始終是要做多些 封電方面的 新能源方面的發展 所以你要選擇的話 在這個時刻 因為你怕大市又破底 你要想找一些穩穩進陣的股 而資金又撐的股 再加上那個政策 又配合的成本來講 我會選一隻龍圓 在這個時刻 你上網 如果現價來講 撐回來的話 你就上網看著 18-19元的這個水平 向下 你抽到兩個位 萬一就塞回今天的低位 15.22元 或者之前的低位 15元 進行一個短期的止洩 因為你這兩個位 比較是 不是說離航離了 差得太遠了 你萬一塞了的時候 你現價賣進去 你萬一向下 即是對穿今天低位 或者之前的低位 你就知道走得到 你向下的一個 down side 是比較清楚 你向上 你看著18-19元 或者如果真的 市場能夠大市場能夠 暫停不到 回穩 那些錢又見到 它慢慢流回 進去 真的乘著市場 做好的時候 向上衝的時候 不排除它 真的有機會 它這一輪可以 真的衝到18-19元 甚至乎 它上回之前的高位 其實也有機會 所以就寧願 撐回一些 新能源的設備股 是可以 它值得去考慮 特別是動員電力 特別是 因為它都是龍頭 你再次選一些 封電的設備股 我也是覺得有些potential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